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继续来到MED学院,继续学习这个MemberCatch的后续的一些课程 好,同样啊,同样还是在和之前咱们这个规矩一样 我们之前在练习开讲之前呢,需要把这个虚拟机开启了 然后呢,我们能够利用这个CRT来连接上这个虚拟机 好,在这个准备工作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我们上级课所讲的经历 上级课呢,主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APA级和PSP环境的搭建 主要呢,还是跟大家演示了一下这个APA级和PSP环境搭建的一些复证 可能呢,肯定啊,同学们在课后啊,做这个环境搭建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错误 莫名其妙的一些错误,这个可能是根据因而而易吧 不同的机器上的错误不一样 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同学们呢,遇到这种错误啊,不要害怕 咱们看到这个错误以后,看它是抱着什么错误 拿到这个错误以后,如果咱们能看懂的话 咱们就能够自己去解决,解决这个错误 那如果你实在自己解决不了的话 咱们去宰住,或者说是独播,求助一些网上一些打神啊 他们影响,不一定,肯定不是你先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网上肯定好多人也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去求助地去他们,去收拾一下 啊,这个是解决错误的一个办法 跟大家介绍一下 啊,由于呢,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在这里上一节课呢 只是跟大家演示了一下这个Apaq和PSP环境的一个搭建 Apaq和PSP环境的搭建 Apaq和PSP环境,我之前见过好多人 有的人就是搭建一天都没有搭建出来 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错误,可能是这样的配置啊,或者是那样的配置啊 没有配置好啊,这种导致的啊,所以呢,咱这边是选取了 最最简单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方法 啊,甚至我这里边连那个 连那个候选的一些参数,我都没有弄 这是一个环境的搭建 啊,咱们必须把这个环境搭建起来啊,一搭建起来以后 我们才能有这节课的一个讲解 这节课呢,就是跟大家演示一下这个MC啊,MimumCash的一座扩展啊 说是讲这个扩展的一个编译呢 啊,其实呢,还是,呃,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编译的一个方法啊,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呃,怎样在一个编译好的一个环境里边啊,这个环境已经编译好了 就比如说上节课啊,这个Linux啊,这个Apaq和PSP环境已经编译好了 哦,已经编译好了,我怎样才能把这个,呃,把这个MimumCash给它打进去呢 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在Linux之下,它是一种方法,在Windows的环境下,它又是一种方法 啊,这节课呢,主要跟大家主要的介绍和演示一下这个,呃,这个Linux的环境底下 我们怎样把这个MimumCash给打进到已经有编译好的这个环境里边去 啊,后续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怎样把这个Windows在这里上 MimumCash的一个扩展给它打进去,好吧,好,那,嗯,想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你要想编译这个MimumCash的一个扩展啊,那你是不是,是不是得需要先下载一下MimumCash的较差点机率的这个扩展的啊,我们来到这个PCR.PSP.net,这个网站上呢,就是,呃,学过PSP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PSP的一个扩展的一个网 这里面有,呃,这里面有MimumCash的帮助的,PGP的一些扩展,都在这里,你直接可以在这里边去搜,打开这个网站啊,直接去搜,咱们眼看,回车,行不行,稍微改一下,好吧,这边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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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眼睛吧 还是没有办法打开 好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应该是应该是能够打开的 这是当然是因为我这个网的原因 那由于那个之前呢 我之前已经把这个 慢慢开始点 他点PC这个包 已经给他下下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给他下下来了 这时间的关系 那如果说同学们呢 也有像我今天的这种情况 就是打不开 这个网站死活打不开 因为他这个有的时候 可能是被抢了吧 把我抢连技术的一些资料 都都技术的一些网站 所以没办法 没办法 那无所谓 如果同学们遇到我这种情况 我会把这样的 在客户呢 我会把这样的一些 这个 或者一个包 给他闪上去 如果同学们呢 没有办法下载下来的话 可以去下载我的这个 好 那既然 有了这个包以后 有了这个包以后 还是同样的老办法 我们先把它解压 解压 好 解压做完了以后 有了这么一个包 我们来进到这个包里边 来看到 看到这里边包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进到这个包里边以后 我们大家来发现有什么不同 我们大家来可以思考一下 有什么不同 和之前我们解压的那些包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上这个去解压的这个包 我们来看一下贴士品 有什么不同 您可以来比较一下 是不是发现 有没有这个config文件 不知道大家细心的 有没有发现 它是没有config文件的 所以呢 我们第一步 是让它先产生一个config文件 什么产生呢 我们去到这个local下的php 它下面有个定义项目的php 还有这么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文件的主要作用是 产生一个config文件 它产生的这个config吧 它是会根据我们当前编译的 这个php的版本 当前编译的这个php的版本 然后产生相对应的 这个config文件 上面想这个有些慢 好 我们已经它已经编译好了 好 经过这个一个编译以后 我们发现 是不是有了一个config文件 是不是 发现是不是有了一个config文件 好 有了这个文件以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 我们之前那个简单的一个步骤 config开始进行给它进行编译 是不是 然后呢 来看一下这里 看我一下 还是一样 因为有些多 我们来翻评 翻评 翻评 这都是它可选的一些选项 可选的一些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disable option checking disable invol 我们来看到这个选项 刚刚有pvp-config pass pass to pvp-config 就是这个pvp的一个 刚刚invol member开始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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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r 刚刚invol debug compel bugin symbol 这都是一些选项 我们 为了简单 简单的话 我们就直接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一个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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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 它的pvp-config 这个东西给它转到 好 好 现在有了这么一个 有了一个东西 同样还是 由于这个 它的编译 我这台机器 确实有些慢 中间编译的话 可能会浪费大家一些时间 所以呢 我这块呢 就是给大家展示 它的这个编译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如果大家 那个环境 没有问题 OK的话 它就会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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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fig 成功 好 现在已经 编译成功 编译成功完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 我们直接make 然后 不是 已经config成功 config成功以后 我们可以 现在开始进行make 然后make install 好 我们开始进行make make install 好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这个make install 那我之前 我跟大家忽略过去了 就是啊 现在已经编译成功 编译成功 编译成功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usrlogo php下的 利果下的 php 有一个这样一个 好 我们来看 有一个membercatch.so membercatch.so membercatch.so 说明这已经有了 这个membercatch.so 然后 然后我们来去看 它的 改去 去改一下它的 hp.ni 这里边 这个已经有了 我们来改一下 这个应该是我之前编译过的 我们在这里边 需要加上 Extension DiR 把这个 路径 拨过来 20131226 好 有了这样 然后把这个Extension 等于慢慢开始点SO啊 给它打进去 这样的话就是修改一下 它的这个配置文件 修改一下它的这个配置文件 修改完这个配置文件以后 我们再重启一下这个阿发器 因为已经修改这个阿发器了 所以重新新改了这个配置文件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的 给它启动一下服务 给它加载一下这个配置 还是那个老办法 这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 说明成功啊 说明的话这样的话 这个Membron cache的SO 已经给它打进去了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这个整个的一个 Membron cache的一个 变异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Linux的虚拟机的 Linux的环境下 我们怎样在一个 已经编译好的一个环境中 把这个Membron cache的扩展包 把它打进去 这个方法 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方法的Linux的环境下 比如说我们将来 在Linux的环境下 我们我想打一个那个什么 打一个Redis的一个扩展呢 PHP Redis的一个扩展呢 我是不是 是不是也和这个Membron cache的 打Membron cache的扩展 方法一样呢 主要是把这个Membron cache 把它换成那个Redis 或者说打成我要打个Mongodd的一个扩展呢 同样的就是把Membron cache 换成Redis Mongodd 其实步骤啊 步骤啊 都和我们这个上面的步骤 都是一样的 它都需要五六七八 然后九十十一 这几步 都需要这几步来 来去做 都需要这几步来去做 主要是掌握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就是在Linux的环境下 我们怎样去 就是编一个 PVG的一个扩展 编一个进去 那如果在Windows的环境下呢 在Windows的环境下呢 这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做准备啊 只是跟大家说一下啊 在Windows的环境下呢 我们只需要再去网上去找一下 这个版本对应的这个DLL文件 Membron cache的对应的DLL文件 Membron cache.dll文件 大家可以个上次查找一下 然后找到这个DLL文件以后呢 我们需要把它拷到这个Extension Ext CZP目录下来 应该有个Ext这样子的目录 那考进去 考进去完了以后 然后在PNP.ni的文件 这个部队文件里边 加上或者说 加上Extension等于 PNP.0 那些下方线慢慢开始 这样的这样 然后加载完了以后 保存退出 重新提供这个APA系 和Linux是这么一样的 重新提供这个APA系 如果没有报错 说明这个 应该说明这个 APA开始已经是加载成功了 好 那 这个呢 在Windows的环境下的一个编译呢 只是跟大家顺着提了一句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个页 大家在客户们去看一下 去做一个练习 看一下或者说是学习一下 怎样去加载 主要还是掌握 在Linux的环境下 怎样去 编译这个 这个PAP的扩展 因为我们在将来的环境啊 工作的环境啊 大部分都是在Linux的环境下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这个编译的 扩展的方法 也许重要 受人语 不如受人语 对吧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 跟大家讲的这些内容 那希望呢 同学们呢 在客户啊 能够认认真地去 练习去编译 遇到困难 遇到错误 只要去 只要往上去搜 去找 肯定能找到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本节课 跟大家讲的所有的内容 咱们呢 这节课就到这里 好 感谢同学们收听和收看 咱们下节目再见 谢谢